接下来今天大世界话题方面来带您看 中国的解放军这会儿跑到了欧洲去 中国跟白俄罗斯举办了一场联合军演 中国士兵可是第一次踏上白俄罗斯 踏上了欧洲的土地 所以这次的军演意义可以说是相当重大 当然这个影响的观察也分成好几个面向 不但被认为说是中国跟北约正式的形成对立 对波兰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那么此外这次军演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白俄罗斯 他们到底各自在盘算什么呢 今天大世界话题就要带您快来看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次演习 中国的军方派出了运输机 不是去海上演习 也不是到沿海去演习 而是去了白俄罗斯的土地上 那么地点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叫做布列斯特 这个地点呢 这个城市距离北约的国家 波兰只有短短的五公里 非常非常的接近 我们进一步从左边这张地图来带您看看 从地图上面来看 布列斯特他所在的位置 就在白俄罗斯的最西边的位置 那白俄罗斯最西边这里旁边就是波兰啦 所以等于跟波兰相邻 等于这里也是跟北约相隔的最前线 因为波兰等于北约国家嘛 不只距离波兰只有五公里这么近 往南 其实距离乌克兰也只有多少呢 也只有短短的五十公里而已 所以这次中国跟白俄罗斯的军演 就在三个国家的交界处附近 大家要知道 在白俄罗斯 其实本来这里就有俄罗斯的军队在进驻了 现在连中国也跑来演习 这代表什么呢 中国跟俄罗斯跟白俄罗斯三方的军队 都可以在北约的家门口 而这次演习说是为了什么 为了反恐跟解救人之所进行的演习 但是来看看演习的时间非常的长 从七月八号开始为期十一天 因此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 虽然白俄罗斯跟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军演了 但是中国的解放军可是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 所以我们才会说这次的意义非常重大 大家也都在关注 那光是对北约国家的影响就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谈 首先来看看北约国家里面对波兰影响是最为深远的 因为对波兰来说这次中国的解放军跑到家门口去 等于是狠狠的打了波兰一巴掌 因为波兰他的位置就在乌克兰旁边 所以俄乌开战之后 波兰一直很害怕说自己可能会成为俄罗斯下一个攻击的目标 因此他们做了很多的准备 在波兰当地不但年轻人去当兵了 而且还增加军备 波兰的总统在前一阵子还跑去哪里 跑去中国访问 那这一届的波兰的总统 其实他就被认为说是跟中国非常亲近的一个总统 只是没有想到波兰总统才去中国访问完之后 中国的解放军就来到你的家门口 因此看到中国的运输机停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 好几十个解放军从这个运输机上下来这一刻 波兰真的是心中五味杂陈 所以后来波兰也赶快发声明了 波兰就说这是对波兰总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侮辱 那此外我们把曾经拉高一点来看看 这次的军演对整个北约国家的影响 这次演习对北约来说 也等于是中国正式跟北约形成了一个对立的角色 因为最近北约峰会也正在进行 北约国家的领袖们 他们才齐聚在美国一块发表了一个宣言 说什么呢 说俄乌战争的背后就是中国在搞鬼 根本就是中国在挺俄罗斯嘛 因此北约发布了这份宣言 也就是代表说除了北约要抗俄罗斯之外 另外也定调要抗中 这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就在北约领袖同声一气大骂中国的时候 人家中国的解放军早就在移动 去到北约你的家门口去演习了 所以现在两边的对立情况已经炎然成型了 但是中国还是说他们并没有挺俄罗斯啊 说这些根本是假的讯息是刻意挑拨的 那另外呢在演习的中国跟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各自又有什么样的盘算呢 其实中国一方面除了展现对北约的警告之外 一方面也是向俄罗斯在示好 表面上说没有挺俄罗斯 但实际上也是挺到不行的 而对于白俄罗斯的影响呢 虽然他原本白俄罗斯 他只是欧洲的一个小小的国家 但是因为跟俄罗斯的普丁越走越近嘛 两个国家同声一气 现在白俄罗斯也被西方国家制裁了 在这之后呢白俄罗斯他们当然也要展现自己的重要性 尤其他的地缘位置等于是在重要的十字路口 来看一下白俄罗斯的位置在哪里 他的东北边就是俄罗斯 那这里是白俄罗斯的位置 他的东南边就是乌克兰 而且他的西边呢就是波兰 而且就是北约国家就是欧洲国家 所以这次的演习白俄罗斯也要强调自己有很重要的地位 我们就来看看这场话题十足中国跟白俄罗斯的军演 口号铿锵有力步伐一致 白俄罗斯与中国雄鹰突击联合军演为期十一天 贵制就选在白俄罗斯边境城市布雷斯特 距离一旁的波兰只有短短五公里 挑衅意味相当能厚 俄罗斯战争开打后中白两国首次军演 时间点敏感 尤其适逢北约十五周年峰会 格外吸引各国关注 其中中国解放军竟然也出现在布雷斯特 就怕中国有意帮助白俄 勤门踏户 波兰当局高度警戒 白俄罗斯近来动作不断 除了边境军演 还一直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成为巴基斯坦印度 伊朗之后 第十个上合会成员国 再度拉近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欧洲战局混乱 俄罗斯总统普丁子骨不暇 中白双方趁势牵起手 不止把俄罗斯的战略位置成为中国寄予目标 中国想与西欧国家交易 更少不了白俄这个转运点 2023年数据显示 中白贸易总额高达84.4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2476亿元 比起前一年增加超过六成 其中中国出口额达58.4亿美元 约台币1900亿 超過6000公里 從西安的城市 從加賀斯坦 俄羅斯 俄羅斯 歐洲 德國 德國 再往歐洲 這個車輛帶了消費 從中國到法國 頭鞋 電車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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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如此 中國與白俄羅斯 也打算拉攏哈薩克合作 要在白俄邊境城市建造貨運碼頭 中國西安與白俄羅斯業者 簽署MOU 打算在白俄羅斯的斯維斯拉席 建造邊境碼頭 藉此加強中歐貨物交流 這個情況 是為了北俄羅斯人士非常痛苦 因為在很多年代 我們認為 俄羅斯和歐洲人士 是一種兄弟 面對歐洲戰火不見盡頭 白俄羅斯未處臨近未至 與中國拉近關係 究竟只是想純粹增加經貿互動 還是另有目的 雙方一舉一動 成為全球關注焦點 三選時 必須講雲 竟然是重心對 成為這事 中文碟 會議 這很有趣 而是 了